恭喜發財 我真的受不了 教完大家這麼多秘技 都… 好 就是這樣 我發意了 我發意 試一試 恭喜發財 新年快到了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收禮事和鬥禮事 不如今天我跟大家說說 鬥禮事和 派禮事的小知識 秘技一 禮事的金額是不可以單數的 大家不要這麼有創意 在你的禮事封裡 加一個一元或者五元 都別人認得你封禮事 千萬不要這樣做 秘技二 禮事一定要是兩封 因為中國人 經常說成雙成雙 通常我們怕禮事的 都是結了分 所以一個老公 一個老婆 加來就兩封 不過如果你給我一封 我是很大封的話 我就不推了 秘技三 禮事封最好就是用紅色 因為通常我們新年的時候要起慶 紅色又最適合 但金色也很好 最好就不要用綠色藍色 藍色就更加不要用 因為藍色是代表不好的東西 還有粉紅色也不要用 因為粉紅色通常是二奶才用 誰給粉紅色衣服我再加 道具就會給我出來 秘技四 禮事封是不可以刺的 大家不要想玩人 然後就給一封刺的禮事封人 禮事封裡面一定要裝東西 你裝報紙也好 或者裝我們競買東西的 優惠卷也可以 大家要優惠卷記得留言 秘技五 回禮禮事究竟要封多少呢 新年我們就會收到不少賀禮 通常我們都會摘禮事 給客人當回禮 我們就會給五十元或者一百元 記住不可以給客人空手而回 記住要摘禮事 小姐是不是玩東西 你才給10元 我老闆公這麼大 你10元你覺得起碼要給五十元 別吵 這個也給你 小姐真是美麗同銀壽色 拜拜 我猜猜我家 秘技六 新年派禮事派到何時呢 通常我們就是 年初一開始派禮事 到年初十五 中間這段時間 大家就可以不停地鬥禮事 過十六之後 我們就可以拆禮事 代表收齊了長輩給我們的祝福 秘技七 甚麼時候不可以派禮事呢 如果在農曆新年的時候 家中那麼不好坐 遇到白事 那就不要周圍去派禮事 因為新年我們是接收好運 如果你周圍去派禮事 可能會傳載水運給人 通常我們就是一百日後 你才可以出去 不過如果有人來你家拜年 都不要緊 你可以繼續收禮事 以及收好運 教完大家那麼多 派禮事的秘技之後 可能有些人連禮事都不想派 我教大家 零成本的肥年法 方法一 不是一 就是假裝確診 當你確診之後 應該就沒有人敢找你了 你就可以乖乖地留在家 不用出去派禮事 當然如果你有親戚很聰明 發現你是假裝確診的話 你可以承認下照片 然後在背景上 插著瓦箔 應該沒有人知道你是假裝 方法二 就是假裝風區 新年 親戚來你家八年的時候 你個區封了 大家也來不了 如果他們想知道是否真的 你就把假圖騙他 反正現在信息那麼混亂 他們也查不到 還有如果你的親戚很聰明 知道風區一晚就可以搞定 你就可以跟他們說 我確診了 之後我們就可以返回方法一 方法三 我家在觀塘 最近一個群組很流行 每天都會問候觀塘 大家聽到你住觀塘的話 都不想進來 正所謂 心不入觀塘 死不入地獄 只要你的親戚知道你住觀塘之後 輕則就會避憐避到下年 重則會跟你斷了關係 如果你的親戚堅持想來觀塘 又或者他剛好也是住觀塘的話 恭喜你了 你可以用回方法一 教完大家 零成本的鼻黏方法之後 希望大家學以致用 祝大家身體健康 如果以上三個方法都不適合大家 就看你為了省錢省得多盡 我們有一個大絕招 就是 新確診 歡迎觀眾⋯ 好 請發佈